欢迎继续收听由紫禁故事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88章 这一次赵无极让戴姆白和唐三一起走在前头 他亲自断后 跨出进入星斗大森林的第一步 进入星斗大森林之后 最兴奋的要属小五了 他似乎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蹦蹦跳跳的说不出的开心 看到赵无极直皱眉头 但小五也没有超出他限制的范围 他就没有多说什么 星斗大森林内地形非常复杂 森林中根本就没有路 这开路的工作自然就落在戴姆白的身上 涌出五魂附体 戴姆白胡掌上利刃弹开 双掌挥舞之间 将前行中的经济割裂 一点也没有影响大家前进的速度 唐三紧跟在戴姆白的身后 将自己的视力和听力提升到最强状态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 大师曾经专门给他讲述过 关于野生魂兽的知识 野生魂兽的攻击性极强 而且对于以猎杀它们而提升实力的人类 是极为憎恶 最可怕的是 在野生魂兽之中 有一些是集群的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遇到一群实力强横的野生魂兽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除非魂尸本身实力惊人 否则就很难抵挡了 所以大师千叮万种 一旦进入野生魂兽的范围 就一定要万分的小心 不能有任何事物 否则很可能就会迎来灭顶之灾 大师之所以让唐三来到史莱克学院学习 其实并不是让他来学习什么东西 史莱克能教的 大师又怎么可能教不了呢 但大师却受到自身实力的困扰 自然教导唐三没有任何问题 但唐三到了三十级以后 他却不可能再辅助唐三获得魂环了 三十级所能承受的魂环是千年级别的 千年魂兽在国家圈养的地方非常少见 属性好的更是少至优少 只有到野生魂兽聚聚地 才有可能发现合适的 因此大师才让唐三来到史莱克学院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凭借史莱克学院老师的实力 帮助唐三获得合适的魂环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魂兽 而且是一群魂兽 在赵无极刻意压低的声音中 众人停止前进 这群魂兽是唐三率先发现的 是一群虐尺幼 这种魂兽身材不大 攻击力也不算很强 但是他们的牙齿却非常厉害 能够咬穿金铁 唐三一只手拉住 之前向前披荆斩棘的戴木牌 一只手在背后向众人摇了摇 事宜没有危险 凭借大师传授给他的经验 他一眼就看出 这一群二三十只聂齿佑 只不过是十年魂兽而已 聂齿佑的嗅觉很灵敏 在这种距离显然已经发现他们了 但却并没有什么表现 显然是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兴趣 唐三向侧面指了指 戴木牌心领神灰 朝着侧方继续展开晋气 帮助大家前行 一边向前走 戴木牌一边低声问唐三说 我们为什么要绕着走 刚才那些镍齿佑又不强 杀了就是了 唐三微笑说 他们对我们又没有危险 何必下杀手 要是所有魂师都这样的话 多年以后 这森林中还能有魂兽吗 更何况 我的老师说过 在野生魂兽森林之中 就算遇到低等级魂兽 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一旦和他们发生战斗 血腥味和声响 很有可能会将强大的魂兽引来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戴木牌心悦成福的说 你的老师一定是一位非常强大的长者 这都是宝贵的经验 唐三想起大师的无奈 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苦笑 强大 大师和这两个字似乎还靠不上 这也是大师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了 星斗大森林实在是太茂密了 这天毕日这几个字用来形容它一点也不夸张 想在森林内看到阳光都是不容易的 众人前行大约一个时辰左右 此时已经到了中午时分 这一个时辰以来他们也遇到不少的魂兽 但大都是十年和百年的 遇到魂兽他们大都避开 并不直接冲突 偶尔有些不开眼的上来送死 戴木白的胡掌直接就解决问题了 当然他听从唐三的建议 并没有杀死这些魂兽 只是将他们打跑或者是打伤就算了 好了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 赵无忌的声音令一只紧绷的众人放松下来 戴木白将周围的荆棘轻扫了一圈 弄出一个近百平米的空地 众人靠着树木坐了下来 暂时修整 奥斯卡自然又贡献出他的香肠 这个时候 大家没心情去感受什么好吃不好吃了 吃着奥斯卡的香肠 喝着随身携带的饮水暂时修整下来 赵无忌下塔 修整一个时辰的命令 这里还属于星斗大森林的外围 高级魂兽并不多见 还相对安全 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奥斯卡 猎杀一只合适的千年魂兽 有需要继续深入才行 越里面就越危险 休息的时间也会变得更少 因此在相对安全的地方 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十分必要 小五靠在唐三的肩膀上 不知道为什么 刚开始进入森林时还兴高采烈的他 在第一次遇到魂兽之后 就见得没精打采的 似乎有什么心事似的 唐三也找机会问过他 但小五却总是说自己没事 就在大家休息了大约半个时辰左右的时候 突然唐三和赵武基的目光 同时朝着一个方向投了过去 赵武基大声喝道 躲起来有东西在靠近 唐三和戴木白非常默契地 率先挡在奥斯卡和宁荣荣面前 小五朱竹青和胖子则守护在旁边 第一时间 所有人都释放出自己的武魂 包括赵武基在内 沙沙的声音 由小到大 哪怕是身为辅助魂式的奥斯卡和宁荣荣 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未知生物接近的速度有多么的快捷 赵武基沉声下令 朱竹青看看是什么 朱竹青也不吭声 悄然生气 手上利爪弹出 如履平地板 飞快盘上旁边的一棵大树 向声音传来方向看了过去 猫的视觉是非常出色的 哪怕是在夜晚也不例外 更何况现在日当正中的午时 很快 朱竹青清冷的声音从树上传了过来 似乎是一条会飞的蛇 只是它飞不高 只能在离地面三米左右的位置向前飞行 它的头上有一个肉罐 看上去比头还要大 鲜红如鲜 尾巴比较特殊 呈扇形 赵无锦眼睛一亮 是凤尾鸡罐蛇 这种魂兽可是相当少见的 它头顶的肉罐有很多奇妙作用 奥斯卡你有福了 可惜不知道这条凤尾鸡罐蛇是多少年的 朱竹青 顶住它前进的方向 一有变化立刻向我汇报 是 它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而来速度很快 不过 它的身体似乎有些掌握不好平衡 唐三突然问道 这条凤尾鸡罐蛇长度有多少 翅膀是什么颜色的 朱竹青说 翅膀是淡红色的 长度大概在六米到八米之间 唐三心中略微计算了一下 用肯定的语气说 这是一条千年凤尾鸡罐蛇 淡红色的翅膀是它净化千年的标志 按照身长来看 六米到八米应该是一千三百年到一千八百年之间的修为 奥斯卡正适合你 凤尾鸡罐蛇本身无毒 是少见的强大无毒蛇 以身体缠绕敌人令其窒息为攻击手段 攻击方法很单一 但却速度奇怪 而且它的金罐之中储存着各种养分 在危机时候可以赋予它瞬间增加速度的效果 如果你获得这个魂环 那么你的下一个魂技就应该和速度有关 不论是辅助提升速度 还是给你自己附加速度 都是不错的选择 凤尾鸡罐蛇因为本身攻击力并不是很强又比较单一 因此千年以上的很少见 这次你运气不错 奥斯卡顿时那双桃花眼就亮了起来 小三 你就是武魂界的百科全书啊 厉害 也会出现一些变化 要知道魂兽就像武魂一样千奇百怪 年份和级别更是不容易判断 唐三仅仅是听了朱竹青的话 就能够如此准确判断出他们要面对的魂兽种类和实力 以及将这种魂兽的具体情况都说了出来 可见他对武魂是多么的了解 只是赵无极也自问做不到的 唐三腼腆的一笑说 这都是老师的功劳 与其说唐三是百科全书 倒不如说大师是 大师对于武魂各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极致了 身为他的弟子 唐三除了自身实力不弱以外 在理论的知识上 足以在任何学院成为一名老师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斗罗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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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罗大陆》